在上一集 我们有讲到的什么呢 赌场跟赌神之间的关系 但是赌神是一个人 就走进赌场里吗 不是哦 这些赌神通常他们都会有 团队合作 而在团队合作无间之下 从这赌场里面 赚进大把的钞票 就像电影一样 就是为了让赌场 不要发现说这个人在算牌 我们可能就是说 先有一个人去算牌 当他算到好牌的时候 那他这个时候 他就指挥另外一个人 去下大柱 那这样把大小柱分开 那赌场就比较不会觉得说 你是在算牌 所以算牌的话 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人在做 但是另外一个人 其实是后来再来 进行大的下柱 也就是说我用分工的方式 对 那就是说可能当然就是说 很多赌场也会针对这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说是说 今天来讲 你有中途进来下大柱的人 这个时候赌场可能会不准 或是说注意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是说今天来讲 譬如说我本身已经是会算牌 然后很多赌场都认识我了 那如果戴大哥 你现在在这赌场里面的话 那你算是哪一个人物呢 对 当然就是技巧派 你是技巧派的人物 对对对对 你所以隐藏在其中 我等身 如果会先上桌 这时候我会打得很小 打得很小 我再算牌 那这个时候会有 这个另外这时候 负责下大柱的人 他也同时上桌了 他也打得很小 谁负责下大柱 就是像这样子的大玩家 大玩家出现了 对对对 可是我们是同时上桌的 因为赌场规定是说 你中途不能进来下大柱 为了怕你是说 像刚刚讲的团队制度 就这个情况下 我们大玩家上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时候同桌座 可是我们这时候 大家都打得很小 可是当有好牌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又打个暗号 大玩家就下大柱了 那我们还是下小柱 所以你打个暗号给他 他就会开始下大柱 也就是说他有下柱的暗号出现的时候 他就开始下大柱 对对对 可是他的 我的面孔赌场是比较熟悉的 就是我可能在黑名单里头 有我的照片 可是他的面孔 他是以前没有做这个事情 等于说对赌场来讲 他是没有技巧 他纯粹就是出一个脸 你是说找一个素人进来 对对对 等于说赌场里面就不知道 他这好人物存在 对对对 那基本上来讲 等于说赌场就会去check说 这个人好像下柱的方式 可能在算牌 他就会去check说 这个人是不是黑名单里头的 结果一check这个人不认识 所以这个时候赌场就可能 对这个人比较熟悉 他们是会觉得说 他就是一般的玩家 对对对对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赌场也还是会认为说 这个人在算牌 因为像刚刚讲 你是大小柱 那这时候赌场 在那个时候 就可能把他禁掉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因为我们有技巧的人 被保护住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再换一个 新的面孔来就好了 所以说这个被禁掉 所以说这个被禁掉 但是另外又派了一个人进来 对对对我们另外再去找 因为这个不需要有技巧 就比较容易找到人这样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像你是技巧派 你在中间这样子 如果像电影当中长期 我们常常会看到 有时候会打pass 打一些暗号 你们也要做这样的动作吗 对对对 其实暗号来讲的话 其实并不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说像刚刚这个情形 就是说比如说 我说现在该下大柱了 平常比如说 假设我都是下25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比如说 比如说我再加一个钱 比如说原来25块是绿色的筹码 那这时候我可能放个5块钱 变成我下30块了 那这时候就表示是说 这个时候你应该 你也要下大柱了 那下大柱的时候 如果说我今天来讲 我今天比如说 假如说我跟你讲说 好你现在要下1000块 我放一个5块 你要下2000块 我放两个5块 这样太明显了 所以很可能是说 今天我只是放一个5块 提醒你以后 那这时候我手上拿几个筹码 我手上拿着一个筹码 就表示说你要下1000块 拿两个筹码就要下2000块 所以你手上拿着筹码 都是在打暗号 对不对 很简单的暗号 暗号其实都是很简单的 不会弄得很复杂 然后另外来讲的话 你下柱的时候 可能你下柱的打法本身 可能要改变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 用手指来指挥 比如说假设说 今天你下两柱 那两柱的时候 我的手指放在那边的话 就是说我的拇指就是第一柱 我的食指是第二柱 所以我的手如果伸出来的话 就是说你要加牌 我把它收进去的话 就是说你不要加牌 然后比如说我手上 那这就岂不是 跟那个棒球场上面 那个这些教练 在跟那个投手 打pass一样的状况 那像这样子的时候 情依之下的时候 那大玩家他就会注意到 你们这些在下的一些指令 他就会照你们动作去进行 但是有没有碰过监视者 以前的状态 那我们就发生这个案例 就是说我有一个监视者的话 那时候我们就说 他去做这个玩家的时候 我监视他 我就发现他抽了6000美金 他抽了6000美金以后 我就立刻去报告 报告了以后 那因为这个人是 这个人是队长 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队长 带来的人 所以那队长带来的人 他就好像是掩护他 就不去处理 不去处理以后 这个人就没事了 那没事了以后 过了半年 这个人本来是没钱的 是一个菲律宾的 本来他里面的厨师 没钱的 没钱的 然后过了半年以后 有一天 有人就看到他在赌场里头 他在大概几个小时中间 就输了13万美金 是输得蛮大的 对 所以等于是说 今天讲你原来是没钱的 经过半年的时间 你哪里来那么多钱 所以后来就是确定说 这个人是有偷钱 所以整个团队的人 大家合起来跟队长抗议说 你一定要把他开除掉 但是你们到了赌场里面去以后 你们现在安排了人到里面 可是你们安排人到里面的时候 一定也有别的国家的 这些团队进来 那这当中的耳鱼我渣 是否就在这个 整个牌局上面就会出现了 看形形 就是说 譬如说这个赌场 像我们现在找到这个赌场 有漏洞 那这有漏洞的话 很多人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做的 就是说我们看到 有一个团队在里头 赢了3000万美金 3000万美金 赢这么大 所以我们是模仿 那个团队去做的 所以等于说 我们也不可能说 禁止人家去做 所以同时间都会有 很多的团队在里头活动 所以搞到后来 这家赌场现在是破产的 全部被你们这些赌神连环垮了 它的漏洞太多了 所以这是一个情况 那像我们在 就是说 某一个国家的赌场 就是我们去打了 打了以后 然后就发现说 别人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结果就是日本团队 日本人 结果日本人 那我们在 日本人在厕所里头 就跟我们讲 他就跟我们打招呼 说你们 你们不要以为说是说 我们学你们在做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一年了 你们现在才发现 也就是说在厕所里面 他们已经先跟你们宣誓说 他们在进行这样的动作了 对对对 他说不是我学你的 那他是说 他说既然你们发现了 大家就 大家就各做各的 对不对 可是就是说 请你们做小心一点 不要让赌场发现了 没想到赌场里面 还真是尔虞我诈 不过还是奉劝大家 没事千万不要到赌场去赌啊 因为十赌九输呢 但我们说到上礼拜 一个新的新闻 在中国大陆呢 秦始皇陵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 秦皇陵一直在挖掘当中 可是最新的一个讯息是 秦皇陵上的田的土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碎骨存在 而这些碎骨究竟是谁呢 是陪葬的少女吗 还是这些人 是另外的烂葬钢呢 社长 对 上个礼拜中国大陆发表 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个消息 我们知道秦始皇陵 一直在开挖 已经开挖了40年了嘛 对 那最近这5年 他其实开挖的地区 重点在哪里 在这边给各位看了一个图 这个图 底下这边是 那个秦始皇陵 那个风土嘛 上面这边有两块 一块是那个林景建筑 另外这一块是什么 绿色的这一块 就是有188个陪葬坑 都很小的墓 陪葬墓 那大概已经挖掘了 大概99 99个小墓 99个墓 赫兰发现 在上个礼拜公布了 大概有10个小墓里面 它那个墓是不是要有田土 你挖好也有人 埋进去要田土 回田 对 在这个田土里面 发掘不得了 很残酷很血腥的一个东西 是什么 什么东西 它田土里面 很多人体的骨骸 等一下 回田的土方 为什么还会有人体骨骸呢 对 等于说你把土跟人体的骨骸 是混在一起 再把它填进去的嘛 那这些人从哪里来 这些什么人 后来用DNA鉴定 这些人竟然都是青一色是少女 女性 未成年少女 你是说就在这个回田的土方里面 我们在挖掘当中说 这些土方的这个层内 居然还有许多未成年少女的骨骸 而且为数蛮多的 为数蛮多 而且很多肢体不检 有的只有头 有的只有那个身体残肢的部分 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 然后它这边有显示一张图出来 我们可以看了 这张图大概 这张图是里面的其中的一具有 这个骨骸其实很散乱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头颅的部分 那个人是 那个少女是张大嘴巴的 那是像我们以前看到 那个金森尖叫木来鱼一样 他在死之前 其实是相当的恐怖 或者很森林的 很不愿意的 所以会尖叫尖叫的那种表情出来 那后来考古学家就在考证 那为什么这些人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人群的一种现象 我们知道行葬本来中国就有 秦始皇在死记里面记得很清楚 说他过世以后 当时他的儿子胡亥 秦二世 胡亥里面有讲说 秦始皇要下葬的时候 他把宫女跟嫔妃 全部一万将近有一万人 带到这个墓室里面来 他讲了一句话 说里面有孩子的粗猎 你们回去不杀你们 没有孩子的所有嫔妃跟宫女 将近一万人 就在这个林墓里面 把县门关起来 跟着殉葬了 殉葬 对殉葬 可是这是在林墓里面 对在林墓里面 所以现在变成连前途都有 前途的土方怎么会有呢 而且你在林墓里面 他通常古来是整剧整剧的 不管你是比如说皇后级的 他整剧等级前生严 他会排得还好 那可能是生前有灌 那个什么毒药什么之类的 然后那些宫女 他有的是撞墙而死 也会看得出来 他这个头有破裂 那有的是吓得疯过去的 所以他基本上 骨骸是保持完整 但填土里面 骨骸是不完整 所以他显然是 他有 这不是第一现场 他在第一现场 是在别的地方先杀掉 随便把骨骸 霍一霍 拿到这边跟土霍一霍 就全部填进去了 但社长 这是一种祭祀的方式吗 对 那很多考古学家在研究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个人一个看法 因为我以前在研究 这个中国寻葬史里面 有看到一个 就是秦始皇的第十八代祖先 叫秦宫一号墓 就是秦景宫的时代 大概离他两三百年左右 秦始皇的祖先 这个景宫 他在下葬的时候 提出一个观念 叫人生 生是哪一个人 畜生的生 人生 就把人杀掉以后 像畜生一样去干嘛 祭神 用这种方式 对 祭神 不是要陪他下地域以后 什么在旁边吃后 他是一种血祭的一种方式 像中南美以前有血祭 要祭神的时候 要把人 人那个心脏拿出来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把人杀掉 所以就杀掉 也没有什么 你也没有什么等级 也不是公尼 也不是嫔妃 随便跟土混一混 就填进去了 那这种 这种景宫一号墓里面 景宫一号墓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 这种人生 其实是非常 非常血腥 非常恐怖的 那我特别讲 在这种所谓的 这种寻葬里面 其实不止中国 世界各地都有 我先讲一块是印度 印度你知道也很可怕 印度大概在两千六百年前 离现在两千六百年前 他们以前的寻葬 是那个 如果说主人死了 那你是他的老婆 你就要跟着陪葬 陪葬 他等级还很森严 正式跟小妾 正式跟他陪葬 是人死的 因为他不是要火化吗 对 要火化嘛 这个主人坐在柴堆上 他已经死了 但是另外一个没死 那个他老婆没死 大老婆没有 大老婆要怎么 穿着新娘服装 穿着新娘服 也是坐在这个柴堆上 跟他一起火化 什么 你说活人直接火化 活人直接火化 然后那个小妾 其他的几个小太太 姨太太什么 妃子什么之类的 全部都在另外一个柴堆上 另外火化 你根本连跟主人一起 活化的资格都没有 印度的形状制度这么可怕 两千六百年前就开始 一直到 其实到大概十九世纪 英国同志时期 觉得这太残忍 才把他废掉了 他行驶了一千多年了 所以这种形状制度 在各国都有 像明朝的时代 他们形状是什么 连外国人都抓来形状 连外国人都杀了 对 明朝那个我们叫 明成祖朱立 朱立他当时有从韩国 贡献了两个妃子 一个是权妃 一个是韩妃 那这个韩妃当时 要行葬的时候很可怜 因为韩妃从韩国 过来的时候才十四岁 就进贡到明朝祖身边 他带了一个奶妈过来 这个奶妈叫金黑 金色的金 黑色的黑 金黑 这个金黑当时 是他的奶妈 奶妈叫金保姆 一路陪在他身边 后来明朝祖死了 明仁宗就是明朝祖的儿子 就命令他所有的妃子 全部陪葬 当时这个韩妃 他是韩国人 所以他特别跟明仁宗求情 说我是老外 让我回国吧 让我回家吧 有同意吗 没同意 明仁宗没有同意 所以嚎啕大哭 他不要使得金黑陪在旁边 金黑没有被杀 因为他是保姆 他不是公女 没有必要陪葬 他跟金黑讲 叫了一声梁 因为他是他保姆 说梁我走了 梁我走了 后来这个金飞 回去韩国以后 所以高利的时候 写了一本 他们韩国一本史书 叫李朝食路 也明确记载这点 说明朝其实很残忍 当时寻葬 你求情都没有办法 连外国人一起杀掉 所以明朝的寻葬制度 也相当的可怕 神秘的寻葬 其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密码存在 当然还不得知 但是呢 在这个达文心密码 这部电影当中 拍摄的场景是 这罗斯林教堂 罗斯林教堂里面 从浮雕 一直到鸟看图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更神秘的密码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